虽然说大部分人都会选择Google Map 不过其实iPhone内建的地图App 也有一些非常好用的功能 像是提醒测速照相或是3D地景等等的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些功能吧 首先第一个要教大家的就是在iPhone上面 开启Apple地图提醒测速照相的功能 首先我们打开设定 接着我们去找到地图这个选项 在这边选择地图 接着我们往下滑去找到一个选项 叫做路线下面的开车 在这边点这个开车 接着最下面有一个选项叫做速线 这个选项要打开 这样子以后你用Apple地图在导航的时候 他就会提醒你哪边有测速照相了 接着下一个我们要分享的就是分享你的抵达时间 还有你的所在位置 就是今天如果你有跟朋友约见面的话 你就可以透过这个地图分享你现在所在位置 还有你大概多久会抵达目的地 首先我们先打开地图 假设我们现在导航到我们的目的地 然后这个时候你看到下方有一个视窗 我们把它打开 接着你就会看到下面中间有一个选项叫做分享抵达时间 我们点这个 这边你就可以跟你的联络人分享你的位置 还有抵达的时间 然后对方也会接到通知说你现在正在跟他分享你的行程 再来下一个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苹果地图上面飞行俯瞰的功能 也就是以3D的方式在空中欣赏地景 当然这个功能并不是所有地区都有开放的 不过非常多城市像是台中啊纽约跟巴黎 或是一些美国的国家公园都有开放 你可以直接到地图里面去查询你想要的城市 有没有这个3D地景的功能 那使用的方法呢就是直接到地图里面的搜寻栏 输入你想要的城市或是地区 例如说我今天打巴黎 然后出现这个巴黎的选项我就点它 然后这个时候你看到下面会多一个选项叫做飞行俯瞰 这个功能就是3D真实地景 我们点下去 然后就会像这样子就是出现立体的地景了 非常的厉害 而且你还可以去旋转啊 然后放大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巴黎凯旋门的样子 就是它真的做的非常的精致 然后旧金山呢也有这个飞行俯瞰的功能 大家看到这个桥真的非常的厉害 然后跟这个功能非常像的还有3D虚拟地景 不过因为虚拟地景是非常新的功能 所以支援的地点非常少 那现在只有四个城市就是旧金山洛杉矶纽 纽约还有伦敦 那使用的方式呢就是你在这个城市里面 你看到它的景点其实是有特别标出来的 像是这边有一个艺术工 我就点它 然后这边就会出现一个3D 我就点3D 然后它就自动变成这个3D地景了 而且这个地景非常非常的可爱 就是很像小小的积木组成的一个地景 切入这个画面之后呢 你也可以跑到其他地方也会自动变成 这种积木感的3D地景 就超级可爱的 然后我刚才测试一下 我发现除了旧金山之外 好像都不能使用这个3D虚拟地景的功能 所以可能要再等一阵子才会开放更多城市加入 非常期待他们把这些著名景点 转变成非常可爱的这种3D地景模型 再下一个我们要提到的Apple地图功能呢 就是它提供了机场室内分楼层的地图哦 就是今天呢 如果你在国外啊 或者是你在桃园机场 不太确定哪一个楼层有你想要的餐厅的话呢 你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看一下 哪一层有哪一些店面跟餐厅 使用的方法呢 就是你在这个地图App里面搜寻你要的机场 例如说我现在在桃园机场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把它放大 放大到一个程度 你就会看到右边这边出现了一个楼层的指标 然后你就可以去选 例如说它现在停在3楼 那我就点4楼看看这一层有什么 4楼就只有贵宾室 然后3楼就是有一些店面跟餐厅 然后有安检区 然后我们切换到一楼呢 就出现了非常多航空公司的柜台 所以一般来说如果你要出境的话 就要先到这一层楼来check in 那除了桃园机场之外呢 有很多国际机场都有支援这个地图的服务 像是这个成田机场 那现在我把它拉近 有的时候你要先把下面搜寻的视窗关起来 它的那个楼层指标才会跳出来 那我现在在3楼 那你就看到它其实是安检区 那我们切换到其他楼层 它就会自动显示 每一层楼它的区域在哪里 像我们切换到4楼 这边就有非常多的店面 所以利用这个方式呢 你就可以在国外很快的找到你想要的店了 再下一个我们要讲的 就是在Apple地图上面调整 你要的抵达时间 就例如说你今天可能9点需要抵达某个目的地的话呢 你就可以先在地图上面看一下你通勤需要花多少时间 例如说我现在想要去101的话呢 我就先开启这个交通的导航 那不管今天是开车或者是搭公共交通工具 下面呢都会出现一个选项 这边是我的位置嘛 然后现在出发 我们就点这个现在出发 然后这边你就可以设定你的出发时间 或是抵达时间 像上面这边呢 你就可以选这个抵达时间 然后例如说呢 我想要在明天的早上9点抵达的话呢 我这样设定好之后按完成 它下面就会依照我设定的抵达时间 然后算出我要几点出门 或者是这边我切换到公共交通工具 我就会知道说我早上必须要几点出门 9点才能抵达目的地 它上面也会显示所花时间 你就可以预估一下你要几点出门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 Apple Map小技巧 那虽然说它的功能不多 但是其实我觉得它的界面是精美的 而且也非常期待他们未来 开放更多3D地景的功能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